我吧,我喜欢跟朋友们聊聊历史 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史 我喜欢去聊一聊 因为中国的近代史呢 基本上都是一些被修改的历史 袁腾飞说了 中国近代史可信度不足5% 都是骗人的 后来呢,我把我自己看的那些历史 真正的历史 跟朋友们说了手 跟那些亲情啊,长辈啊 去说出来之后 他们普遍都不信 他们还很关心我 他们说 你被洗脑了 那些都是帝国主义 亡我之心不死 他们编出来的东西 你也信 那好吧,咱们今天就不说历史啊 说那些年代太久远的东西 可能大家不爱听 那咱们就聊聊现实啊 聊聊一些 发生在大家身边的事情啊 大家先稍微花个几十秒 看几个小片段啊 说是一切发生的东西 越来越来越出现了 好,我更是在封面 你为什么要打到最后 打到最后 我还有这次 你怎么办 哎,不要打到最后 我咱们可以打到最后 呱呜 你不要打到最后 呱呜 你打不开 你打不开 啊,是吧 看完了吧 有什么想法没有 你们认为这只是偶然发生的事情吗 这只是代表少数人吗 不 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啊 你手机你打开微信 你稍微留意一下 你看一看 这种事情每天都在发生啊 你看这第一个那个小女孩啊 你看不知道有没有人教她啊 还是她看那个电视连续剧啊 你什么公动剧啊 就是没人教了 她就会很自然的下跪 求警察不要打她的爸爸 看到这把我的心都是酸的啊 如果是你的女儿 如果是你的女儿啊 每个人将来都 每个人都有子女 或者说将来都会有子女 你希望他们将来能够 遇到事情的时候 要以这种下跪的方式来保平安吗 这时候 你是应该想到这个法治社会吧 是应该想到 让警察来去帮你来维持正义吧 可是打她爸爸的 她交警她也是属于执法者啊 也是属于执法体系里面的 是吧 退一步说 就算这个小女孩的爸爸 他真的是违章了 或者说违反规定了 或者说无证价实了 等等等等等等 你有必要这么去严重吗 有必要去去搞这么严重吗 你看把她把那个孩子 下当下当一个什么样子啊 这么小的一个孩子 而且在孩子在身边的情况下 你也不应该这样执法吧 这对孩子 他能够造成多大的心理创伤呀 那想象孩子他长大以后 他又会以一种什么样的角度 去看待这些执法者 以及看待政府 他长大以后 还会不会以下跪的方式 去祈求正义 我个人啊 我对这个下跪 我是深恶痛绝的 我跟我的朋友们都说了 说我们下一代 不要让他们去跪任何人 你晚辈啊 就是说也不要 我的子女以后也不要跪我 我也不知道他们跪 除非他们皈依上帝之后 去跪上帝 我觉得这是可以跪的 其他都不用跪 那咱们再说说这个第二个视频吧 你看这个视频 那个女的呀 拍在地上 我不知道这个女的 她到底犯了多大罪啊 就这么被打晕啊 拍在地上 脏兮兮的特别狼狈啊 你看着她这种 细胳膊细腿的 这一个女孩子啊 看样子是一个女孩子 她也不像是一个穷凶极肚的坏人吧 也用不着这么暴力吧 你看她这被警察 就像被塞畜生一样 塞进后备箱里 还不是座位 因为她怕地上身上很脏嘛 可能警察怕她把那个车 车座的给弄脏了吧 就把她塞在后备箱里面 后边还补一脚 脚踢进去 塞进去 那说好了人权呢 不就说我国的人权比美国好五倍吗 不是要跟大家说明 我国的人权状况比美国好五倍 对你妹啊 就这么对待中国的老百姓啊 你再看看这个第三个视频 你可以看到这个城管她在砸车啊 貌似砸了是那个电瓶车 我想起了这个 关于这个电瓶车啊 包括这个电动车 两轮四轮的 这很有意思啊 你允许生产 也允许销售啊 但是你 开车上路 你骑着上路的时候 你就违反交通威乐了 你不让人家上路啊 那你还干嘛允许生产给销售啊 老百姓买了车 他就是私人财产啊 私人财产是应该受法律保护的呀 他承管他这么做 砸车这是犯法的 执法犯法的呀 双重标准 让灶让卖就不让气 食物链地底最底层吗 韭菜吗 不搁你搁谁呀 你在看这个砸车的视频呢 有一个小细节啊 就是说那个第一个轮垂的这个 你看那个穿两次牛仔裤子 你看他那种表情啊 好像就是一个临时工 是吧 他砸车的时候吧 他自己感觉也有点心虚啊 他也只是象征性的把车给推倒 象征性的砸了体锤 也不是很重啊 也不至于把车给砸坏 他就是象征性的应付一下公事就完了啊 你看那个单身那个第二个 那个戴墨镜呢 他接锤 他就好像就很不满意 这个工作做了不到位 这个工作做了不到位 看我的 你看看 一个这么砸 轮随十分大力气的把车给砸坏了 他都是在教临时工做事啊 你看这说明什么问题吧 这说明啊 这个临时工啊 他还是有一些道德体现的 因为他们就是 他们就被排挤在这种利益 就是利益链的最边缘啊 就是整个利益 既得利益团体 他们是最边缘的人 他们获得的利益越少 他们就保持的良知就越多 他还是有一些这个道德底线的 但是这个墨镜的男人看着 感觉他凶适恶诧的 显然就就更坏了 就是丝毫不拿这个人民财产去当过事啊 他们都不明白 他们不明白正是因为这个老百姓纳税 他养活了他们 他们反过来就这么去对待老百姓 看到这边 看到这里你们应该明白了吧 就是咱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社会 你应该能够明白了吧 咱们今天的视频也没有去扯历史 也没有扯那些太久远的那些东西啊 也没有背书 也没有掉书袋啊 是吧 这件事情它就是每天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情啊 那你还要说党的政策好吗 党的政策好啊 国家这些上层都好呀 只是底下一群什么歪嘴和尚把金给念歪了 念歪了是吧 那你要照我说我还说中国宪法好呢 是吧 我朋友都说了中国宪法是实际上最完美的宪法 但是没人把它当过事 摆在那 他就是个屁 宪法里面他还明确说了 人们都有言论自由呢 那说好了言论自由呢 一年获罪的人还少吗在中国 是吧 虽然说咱们不扯历史 但是你看这都快一百年了 还是那个样子 当初呢 是一群地痞流氓 到干革命 地痞流氓他们的欺压百姓 在杀地主 在绑架地主 在分钱地 打土豪 在那也在强奸地主的那种女眷 现在呢 现在他们是穿上了制服 以国家机器的力量去侵犯他人的自由 侵犯他们的财产 侵犯他们的尊严 看清楚了吧 好好想想 不管是谁 你们都应该想一想 假如 那个跪下的女儿 跪下求饶的女儿 那个女孩 她是你的女儿 假如 那个被 像树生人一样 被塞进警察后备厢里 那个女人 她是你的老婆 假如 那个被砸电动车 是你的电动车 你怎么办 你怎么去维护自己的权益 你怎么去维护自己的利益 怎么办 没有办法 你应该明白 你应该觉醒 你应该看清楚 这个政府的本质 它到底是好的还是坏的 是为人民办事的 还是 专门去敲诈老百姓 去榨取老百姓的明知明高的 你不要事不关你高高挂起 你看那个女的被塞进车厢的时候 旁边还有人 说一些 以这种看客的形式 在笑着看 说评论 说了方言我也没听懂 但是你听到 说的表情 好像是在看热闹一样 是吧 有这么几句话 他是这么说的 就是咱们的网上也是耳熟能详 咱们就作为今天这个视频结束了 这么一个结束语 当他们关了犹太人的时候 我沉默了 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当他们抓公会成员的时候 我也没有抗议 因为我不是公会成员 当他们抓天主教徒的时候 我沉默了 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 最后当他们奔我而来的时候 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 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可以关注一下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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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